浸泡茶叶倒入茶杯 一股清甜风味扑鼻而来 再喝上一口味干带蜜香 完全没有苦涩味 欢迎来干道泡 这是茶农李江源在南投渔池 路耗附近山区发现的变异种茶叶 所泡出来的好味道 他在民国90年发现这株美丽的茶树 连年尝试制茶 一种植株呈现四季风味 没有这个组合液 喝起来带有那个蜂蜜蜜香的味道 很润合 它不会瘦 所以泡茶的话 它茶水很多 可以泡七泡 平常的话 那个乌龙茶或是18号的茶 只能泡三泡而已 这个我可以泡七泡 李江源将这种茶叶 取名为紫黄玉 叶面布满达摩蓝线液 四季呈现不同颜色 专家说这样的变异种实属难得 李江源也没有大量种植量产 因此茶叶珍贵 供不应求 大部分的山茶在野外的正常状况都是绿色的 不同的绿色 那但是像这种斑叶的变异株是非常的特别的 那它需要 偶尔它才会大概几万分之一的几率会发生这种变异 我爸爸后来才要种茶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我是反对的 因为其实这些糖红茶超多人在种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不开可能变成后期之秀 所以后来我公共跟我说没有我们家茶不一样 我说好那我回去喝喝看 对然后那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我公共就泡给我喝 那他也拿就是当地就是比较多人种的红茶一起泡给我喝 那我那时候喝色真的有经验了一下 对就觉得真的就是跟我平常在喝到的红茶不太一样 对而且现在真的就是酒泡不深 不像说我们平常泡红茶要赶快把茶汤沥起来这样子 对对啊 所以那时候觉得还蛮特别的 他们说我这个茶叶是变瘦 每一季都不同的颜色 春天绿色 夏天紫白 秋天煮黄 冬天就变好像黄金那样 都金黄色了 但是它的颜色会变 然后那个茶味也是不一样 它有熔岩味道 还有什么蜜香 都有了 他们就叫我一直要推广下去 适逢科教馆台湾科学节展览 李江源也北上来推广他研制了十几年的紫黄浴茶 让台北市民也能喝上这样独具在地特色的好滋味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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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